中国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51.2 正式宣告工业生产已走出疫情、贸易战等等的阴影 进入扩张阶段,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58.4 更是10年新高 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成功战胜疫情 恢复生产的国家 因此,上星期,内地股市开始狂热 护心两市的总成交额高达1万亿人民币 券商股大账,而一些说要到内地创科版上市的港股如中心981 吉利汽车175股价皆狂脏 可见内地股市的确再度进入另一个大时代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中之股 只能依靠护港通 深港通引入内地资金前来 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纷纷回到内地上市 A股,H股同时上市 两边集资,进一步壮大自己 而且A股上市前 H股股价先炒起 A股上市的定价也可以定高一息 集资可以集多一息 内地14亿人当年来累积的资金经人 加上中国人好道 更容易加快股市的升势 我在2014年写了一本书 书名是机不可失 书的内容就是鼓励大家买内地A股 书出版之时 书指2000点 港交所388股价100元 到了2015年 书指升上5000多点 港交所升上300元 现在 港交所重新升上300元 但是书指依然只是3000多点 应该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大家不要错过 如果对个别A股不熟悉 也可以考虑A股的ETF 除了A股ETF 也可以考虑专门投资中之科网股的三星中国龙网ETF2812 这只ETF 我也在过去多次向大家推介过 A股热炒 科网股更是热炒 除了ETF之外 内地保险股也是类似ETF的股 因为保险公司手上持有大量的投资 债券 股票都有 股市涨了 保险公司手上的资产也升值了 与户指 心指比较 保险股股价算是很落后 还有 随着疫情的受控 本地保险公司也正在努力地准备抢占内地14亿人的市场 请订阅